大家好 又來到科技新G的時間 今集又輪到我和大家報導 今個星期的科技新聞 開始之前大家記得要like、comment 和share我們的影片 未訂閱的話記得要快點訂閱 和要follow我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今個星期最大最大的科技新聞不用問 一定是剛剛舉行的Apple發佈會 我們Gadget Game都已經發佈了懶人包影片 詳細地介紹了今次發佈會的重點新聞 有興趣又未看的話記得看影片 現在我簡短地和大家介紹一下 今次Apple一共發佈了五大類別的新產品 先介紹大家最關心的iPhone iPhone 14和iPhone 14 Plus 售價由$699和$7699起 至於Pro系列的iPhone 14 Pro和Pro Max 售價由$8599和$9,399起 視乎大家選擇的容量 Pro和非Pro系列最大的分別 在於它們用了不同的核心處理 而且Pro系列才有引起廣泛討論的Dynamic Island 四款新電話即日起已接受預訂 並且在9月16日開售 來到三款新的Apple Watch Apple Watch Series X 售價$3,199起 至於新的便宜版Apple Watch SE 就$1,999起 正式公開發售是9月26日 至於重量級登場的Apple Watch Ultra 售價到$6,399 最後就是AirPods Pro 2 官方定價港幣$1,849 和Apple Watch Ultra同樣是9月23日開售 宏觀今次的發佈會 我們就對這款新的耳機有少少失望 想知道為什麼 和其他新產品更詳盡的賣點 就記得看我們本身的影片 講完發佈會 再來兩個和iPhone14有關的消息 首先是iPhone14 新架的衛星緊急求助功能 本身以為只是暫時限在美國和加拿大使用 但後來有人發現 原來官方已經寫明 如果你在中國、香港、澳門地區 購買的iPhone14系列所有機 就算你去到美國和加拿大 都是用不到這項SOS服務 另外就是Steve Jobs的女兒 Eve Jobs 即是iPhone之父的女兒 竟然在IG出Story 暗穿新iPhone14 沒有生意 其實這個問題都討論了好一段時間 有人就說iPhone近年都沒有什麼重大的改變和革新 主力都只是提升下攝影功能 亦都有人很支持這個Dynamic Island 當然啦 都會有粉絲覺得 其實是現在手提電話的科技已經去到樽頸位 不單止是iPhone 就算是其他品牌都很難做到很大的突破 而且Apple一直都是focus在軟件多於硬件 不知大家又怎樣看呢 不妨留言和我們討論一下 今次介紹的Logite產品 相信是電競連織比較長的玩家會覺得懷念的一件事 因為這個新產品是重掃了10年前推出的G502電競滑鼠 今次的新系列總共有G502X、G502X Light Speed、G502X Plus三個款式 整個系列都有不同的新技術加持 例如Light Force 智慧混合微動 配上智慧晶片 讓滑鼠在靜止期間可以進入閃電模式 只要輕輕點一下就可以重新啟動 避免了傳統光軸的耗電問題 還用了新一代的光學技術 解決了電競滑鼠最忌諱的延遲問題 系列唯一不變的就是它的設計初衷 延續了G502適合大手型玩家的設計 重量方面都值得一提 G502X作為唯一的有線連接款式 沒有內建電池和無線模組 令到它只重89g 是系列中最輕的一款 至於重100g的G502X Light Speed 裡面藏了支援140小時續航力的電池 以及可以同時支援有線或無線連接 最後就是105g的G502X Plus 雖然是系列中最重的 但它有RGB燈條、有線和無線連接的規格 105g來說算是幾輕型的 G502作為Logitec推出第一代的電競Mouse 進化了做G502X 集合了過去這10年功能上的進步 大家又有沒有興趣入手呢? 大家還記不記得LEGO Keyboard呢? 其實早在2016年的時候 iWatch當時已經推出了可以在上方大範圍砌LEGO 或者在鍵盤空間上砌LEGO的Keyboard 最近就有品牌進一步推出LEGO化的新機械鍵盤Pixel 整個Pixel Keyboard都比特點的底板包圍 甚至連鍵盤的底部都可以自己砌LEGO 用家可以利用LEGO自由設計個人化的主題 除了周邊位置之外 每一顆鍵都可以自己換成LEGO的鍵盤 不要以為加入LEGO之後 就會失去前衛的鍵盤性能 Pixel同樣搭載RGB燈效 至於下面的四顆指示燈 設計同樣是特點底板的特點形狀 Pixel支援有線和無線兩種連接方式 最多可以連接8個裝置使用 零售價是$199美金 即是大約港幣$1560美金 即日起已經接受預訂 鍵盤是否挺有趣呢 但說到最後 也有多一點要跟大家說清楚 就是這款Pixel鍵盤 並不是跟LEGO官方的聯成產品 所以如果你是LEGO fans 就要自行決定是否要買 之前Web from Home這麼久 相信大家都深深體驗過 做事的時候被人騷擾的滋味 同時都會很怕自己騷擾到家人 尤其是開會的時候 真的令人非常困擾 日本有企業研發了一種很特別的 降噪正音藍牙麥克風 這款外形這麼特別的麥克風 是一個可以同時隔著自己的聲音出去 以及阻擋環境聲收入的麥克風 官方說可以平均減少20dB 高音域的聲音 例如一些尖叫聲 就可以減低到30dB 私隱安全方面 裝置設有自動正音功能 內置有感應器 可以感應到用家將裝置向下擺 他就懂得自動正音 當用家每次拿起的時候 他就會自動解除正音 那就不用擔心 不小心出現了開米的尷尬情況 不單可以拿來開會或上課 都可以讓一些YouTuber 拿來做遊戲實況直播 目前這款產品都只是小規模生產為主 售價19,900元日元 即是大約港幣1,000元左右 預計會在今年年尾上市 雖然這款產品的出發點幾好 但它的設計就好像 將整個VR眼罩戴在嘴上 戴完之後 其實樣子都幾奇特 就算要在家裡用都好 這個設計又會不會令大家卻步呢 最後跟大家介紹一樣 和收藏有關的產品 說起收藏必然就是花錢 花時間和要保養 而LG最近就新推出了一款 鞋類護理智能鞋櫃 可以說是鞋收藏家的一物 這部Styler ShoeCare智能鞋櫃 可以做到蒸氣清理和防潮兩大功能 利用多了可移動的噴嘴噴出蒸氣 再配上SuiDry的功能去清潔鞋 整個鞋的清潔流程大約碎時37分鐘 整個清潔期間都會產生 大約35db的噪音 並不是完全無聲的 這個鞋櫃更加可以連接它們自家的 官方應用程式 用盡總共10款的清潔方式 更加可以在APP裡面 查到它的清潔進度 LG之前推出的蒸氣電子衣櫥反應不錯 不過這款智能鞋櫃暫時還未有發售日期和售價 官方表明它們的目標客戶是熱衷於收藏鞋的千禧世代和Z世代 不知道阿聰還算不算是它們的目標呢? 如果你們是波鞋收藏家 你們又會不會深思思想買入這個方便進行保養的智能鞋櫃呢?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最後都是要再提下大家 希望可以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 以及多點留言和我們聊聊天 follow我們的Facebook、Instagram等等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